早晨,我们今天又出发了 我们是钓灯笼 不过就冬着上 好,好,好 大家小心点走 好,好,好 出发,出发,趁早 有什么难度吗? 有,有点难度的,冬着 有点像南枝北枝 是啊,好,好,好 有点难度好 好,这就出去 这个被你绑了 乌龟藤村 狗藤族方向 哇,波罗斯的万字 为什么不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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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有地图的 三马尖方向啊 哇,这间大别墅多点啊 华景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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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交友 乌龟藤村 乌龟藤村 多清静啊 好,来到这里 转左边看这波红色先 哇,都还几红啊 哇,都还几红啊 多亮啊 这个环境 哇,都还是多亮啊 都还好多红色 哇,都还几红啊 怎样都还几红啊 你自己想象吧 哈哈 不错 有另一番景象啊 多亮啊 鸟客 我照顾 你看看那边 有帮来 龍海 原料好亮 好,接上ます 麵 快开df 快开df 抓什麠 抓什麽 抓马一 抓了好练 抓到肉 捷 三亞村方向 這邊有一個樓放下去 竹結晶的 水清水 好,繼續 來到這裏梅花村 這裏是經車經過的 有機動車 直去 就去三馬村 直去三馬村 我們就向上走 去蠟石頭 和烏鴿藤 我們向這邊蠟石頭方向 上面走 好像路方,好走 現在去正路 看到釣燈籠 我們不是這裏北 不是這裏西 我們不是這裏向後面那裏東 我們想去釣燈籠 扣左手邊有三隻走 繞圈回來 這樣走 是 對 沒錯 哇,這裏是新彩 多黃昏 多漂亮 這邊是昏基托 好,繼續走 剛才這個路 就是西架上釣燈籠 我們現在繼續 去前面 到後面的東架上 這條路整齡了 已經很難了 不要太難路 不要太難路了 輕鬆交友徑 暫時 一旁上東架就知道 嘩 嘩 多漂亮 這間廢棄的屋 這間屋 這樣拍攝很漂亮 這個石磨 對,有一個石磨在這裏 這裏以前應該是賴石頭村 有一個石磨 很漂亮 很漂亮 這裏很漂亮 綠油油油 沒得住 好,繼續走 好了,來到這裏 我們走了 這個東架 這個牌 離山谷 這個牌 這個牌 在這裏拍照 先拍照 我們走了 3.7公里 剛剛好一個鐘頭 到這裏 現在有這個東架 上這個釣燈籠 一會到中間 有一堆石頭 可以拍照 拍照 很漂亮 這個釣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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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中啤酒 小心一點 這個釣燈籠 這個釣燈籠 這是一個牌警告 自己小心一點 自己印一下 路風就這樣 一起 一來頭就斜了 積坐多 刮腳 穿著長褲就好一點 拉走 好像斜了 就有點斜出去了 哇,走多一點 這條差不多1公里的冬隻 噴聲要三百,80米高 嘩,這條路就這樣了,很斜的,也有五六十度斜 有點轉轉 嘩,看多扯,直斜的 嘩,這裡還要斜,你看 嘩,直斜的 嘩,真的要用二位 不夠體能,真的 不要這樣來了,四星路線 這條,嘩,嘩,嘩 嘩,嘩,不行就休息一下 嘩,嘩,直斜的 嘩,直斜的 嘩,直斜的 然後拿進去 嘩,嘩 嘩,嘩,嘩 嘩,嘩 漂亮 印洲銅美景 嘩,下面這邊是深圳 嘩,這一節呢 應該是最斜的一節 要小心一點 嘩 嘩 嘩 最危險的路線應該過了 現在開始比較平衡一點 慢慢上山 嘩,草就有點高了 現在前面那個人應該是 不見得頭了 哈哈 哈哈 你怎麼說我來的 哈哈 我來的好處 天精我才哪有用啊 哎呀 我來的最開心 哈哈 嘩,這幾個錢似高飛 嘩 好了 美人配美景,多漂亮 我們走得飽飽在這裡 一半 看到了 吊燈龍的身腰 這個一個美景位 我可以拍照 這個位置 好 印象我們是印洲堂 多漂亮 下面有印童綠寶 不知道怎麼說 我忘記了 要上網查一下才知道 嘩,旁邊的深圳 鴨州就在那邊 好,欣賞美景 繼續向釣燈龍山頂出發 你的水急拖你回去嗎? 我姐夫 這個山頂 有點斜 哇 這裏都很遠 嘩 好多 走進去 走進去 這裏東真的想來 這裏有幾個路口 這裏有一個 這裏可以落到三馬村 很斜的位置 這裏直到釣燈龍頂 好,釣燈龍 410公里 走進去 走進去 5公里 走進去 這裏 兩個小時 20分鐘 釣燈龍 這裏有印洲堂 美景 這裏有兩三次 這裏最美 這裏是前面淡水湖 我們有一次上過來了 後面這裏就是八仙嶺 對 我們有一次在這裏上去 這裏上去 這裏上去 我們這裏上去 這裏上去 這邊進去 這邊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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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鴿塘 這邊進去不同山 來 蛤 青菇頭 好,找到了 來回釣燈龍 我們進去 進去 進去 叼燈龍 拜拜 叼燈龍 拜拜 叼燈龍 好漂亮 分企圖 全面都是在這裏 這裏好美 這裏很美 這裏成裏有明顯 走 拿一拿 前面有很多屍體 在這裏 這裏有我們的屍體 有一點斜距 有一點斜距,小心一點 這裏有點便宜,暴風清晰 這裏有點斜,路途有點崎嶇 這裏的山頭 看看這裏 來到這裏,另一個範圖 也都是 這裏的,下面有烏高藤村 這裏大概一公里,烏高藤村 近很多 這邊,由哪裏呢 前面的山頭 帶回烏高藤村 大約2點2公里 如果不夠氣,可以在這裏 我們隔離這裏 這裏 這裏有斜 這裏有斜 慢慢下 這裏 慢慢下 這裏 要是 去到這裏 那麼 很像 這裏 那裏 有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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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有很像 這裏 這個位置真是斜的 有條繩子 這裡是斜的,不過旁邊有條繩子 都穩固的 這個位置很斜 看上面一直斜 這個位置很斜 六二天或十天,千萬不要來 這個位置很斜 這裡有很多斜 走 再反彈上去 我們從這裏出來 這裏就會去陸景峰那邊 我們走這邊 烏鮑潭交流經 去烏鮑潭 直去 這裏有番車路 這邊可以去鋼蝦 即是可以去烏鮑潭 山火聯網台 那裏 我們去烏鮑潭 還有一條四個公里 半個小時 烏鮑潭湖 去烏鮑潭湖 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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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 你現在的那個之光 只能理解感情的日子 只要你給我無庸的地 在路上想我懸疑 我像你也說 什麼會卸下旋律 找完我的龍蝦 那是吧 最美的星星 我一路天行 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你又能靠面身心 你又能靠面身心 我一路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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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铜三村 铜三村 前面有薯花站 是呀 是呀 差不多4個小時 8.3公里 那是不多 4個小時 真的 好像走得很久 哈哈 我以前走 大風鴨我走回去 都要和4個小時 好 這條直出去就是薯花站 我們走 走得很快 今天 各位 你好 今天行不行 今天行不行 可以嗎 今天行到8.3公里 好嗎 好 今天行不行 好 說明天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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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條片再見 好